我们的因应小组 事实上是在新政府成立的时候 同时成立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一连三天 针对农业 服务业 及工业 邀请跨部会的首长 我们召开因应会议 我首先不要让外界误解 说我们是在报临时报国脚 是在已经要加入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这些工作 我要再度的强调 我们对WTO的阴影 是跟新政府成立的时候同时的 请农委会曾主委做简报 今天有这个机会 向院长做一个报告 对台湾的农业的阴影策略 感到非常荣幸 检讨 然后再进入我们的报告 我们在今年的11月11号 我们正式被WTO理事会 采认通过国务入会案 过去12年来 我们汗内耕耘 终于得到微笑 收货 这是国人 全体国人的一个努力 我们加入地域游以后 大家一个小农国家 小农国家 是以提高土地生产力为主 大农国家 是以提高资源资本报酬力 为政策的核心 那么两个不同点 一旦接触 那就是以我们的土地生产力 去跟人家资本报酬力竞争 那么做市场经济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过去农业发展 都是又以内政范围的考量 所以我们过去的客气 就是把它市场化 商品化 而总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里面 在50年代 在那个时候消费不足 有生产有市场 我们追求技术效益 追求价格效益 追求市场效益 到了1970年代 我们国家经济 左上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